蚂蚁集团12号第三度被约谈过后 竟然在14号透过视讯的方式 出席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主持的俄罗斯地理会议 不过马云是全程都没有发言 看来他如今的策略 就是要保持低调 因为底层在网络上献身的马云 14号参加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主持的俄罗斯地理会议 马云是经由网络视讯出席会议 身后房间的布局是中国风 墙上还画有梅花 但他全程两小时都没发言 和以前高调张扬的马云差很大 而阿里巴巴被重罚800亿后 笼罩在阿里巴巴的乌云 似乎也已经远去 投资市场原本无法确定 北京会如何整治阿里巴巴 在800亿罚款确定后 不确定的因素已经消失 巴菲特的事业伙伴孟格还被爆料 三月底买进了约10亿新台币的 阿里巴巴股票 不过马云的蚂蚁集团 12号第三度被官方约谈 要求分拆支付宝 以及将从科技公司转为金融控股 接受监管 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法 去管理飞机场 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原本意气风发批判政府监管制度的马云 如今沉默不语只想度过风暴 看来不管是哪一种监管方式 只要是党决定的方法 就会是未来 继续换回猪送我报道 中国人